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罗锋 就是这种晶体让这条帝龙王蜕变的 是的 这头中等领主级帝龙 因为他而进化为帝龙王 摩汉德森 第一元老 事实就跟罗锋这小伙 跟罗长老说的一样 星高气傲的第三元老 竟然开口叫罗长老了 行星级就那么点人 以至于战神功成员 达到行星级就会成为长老 就算是莫汉德森 对罗锋也得客气 更何况是在第一元老面前 仅仅一颗晶石 就能让中等领主约升为王级 这个难度 我丝毫不想于高等战神 跃升为行星级 淡淡的白色光云 而且 带着一股蜜香 木牙精 是木牙精 木牙精 看来 是木牙精没错 不止是木云藤 连宇宙中算得上珍贵的木牙精 竟然也出现在这里 中等领主吃一颗木牙精 能跃升为王级 如果吃得多点 岂不是能升为寿黄 要是我们吃了木牙精 也能变得更强吧 好 这颗木牙精 是你发现的 对对对 是我发现的 第一院了 按 按规矩 它应该是我的吧 啊 啊 哼 哼 难道 触手术也是吃了木牙精 蛻变为寿黄的 不无可能 如果触手术真的是因为 木牙精蛻变的 那数量不会瘦 那我们赶紧去找 快快快 我们去找木牙精去 出发 快快快 我们去找木牙精去 出发 哼 既然有木牙精 那这里能诞生寿黄 以何情何有 看来 有调查下去的必要 空哥 先别管外星文明了 那个印犯武者 只有战神实力 把木牙精揣在身上 不太安全吗 在场的人 莫读了木牙精的效力 恐怕都有自己的算法 这一场木牙精的争夺战 已不可避免 不可避免 观众 刚才人多眼杂 不可名言 我现在告诉你们 木牙精 并非地球人生之物 木牙精是外星产物 它出现在雾岛 更佐证了我的担忧 九号国名遗迹的水晶人说过 那座遗迹 实际是名为 陨墨星的外星文明 所建造的试炼场 而雾岛下风前操的 似乎 还是更为活跃的 外星文明 但木牙精本身也是 提升武者实力的质保 它是否是 外星文明有意释放 还不得而知 难道对方 是想用木牙精 吸引地球武者聚集 在翼翁打尽 不见得 一颗木牙精的价值 远远超过一名行星级武者 外星文明用它来当诱饵 也未免太大才效用了 不错 就是出于这层考虑 我对这个外星文明 是否对地球存在恶意 产生了疑问 嗯 也对 九号谷文明遗迹的水晶人 虽然也是外星文明的产物 但它对地球没有恶意 我认为 这个外星文明 有可以接触的可能 现在 我以极限武馆管主的名义下令 搜寻整个雾岛区域 探索外星文明的同时 尽可能获取更多母牙精 是 瑶瑶 通知夜兽 以及其他五名巡查师 叫他们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这里来 是 野兽 不 管主的第三名秦来 我还从未见过他 但从他野兽的称号来看 他的肉体格斗能力 应该极为强悍 嗯 嗯 嗯 管主让野兽和其他巡查师赶来 等于将极限武馆所有顶级占领其中的 说明这场木牙精胜变 很快 就会演变成一场血腥大争夺 不 这颗木牙精的归属 是第一转老决定的 你 你的实力 显然配不上这个木牙精 你 竟然杀了马哈 你 你们印泛国是误导几方势力中最弱的 敢撕藏木牙精 就是自寻死 你们应该庆幸自己没撕藏木牙精 要不然 我不建议再捏死两只蚂蚁了 我们一帆国是不会忘记的 我们一帆国是不会忘记的 你 你 竟然开始杀人了 刚才短短片刻 各国人马第一次产生摩擦 这是第一次杀人 你要小心点 这是国家和国家乃至和武管的争夺 赤裸裸也残忍无比 明白 最顶替枪者前的争夺 国与国之间的交锋 竟已如此简单粗暴 米香味 难道 木牙精 三刻 木牙精 三刻 莫汉德森元老 这次 你还想在三秒内解决我吗 你 端山追 先走一步 第三元老 那可是整整三刻木牙精 你就眼睁睁看着罗帮带走 三刻 你们两人想要木牙精 就自己追 想利用我莫汉德森 做梦 我听说 在木牙精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莫汉德森曾跟罗峰交过手 这么看来 当时莫汉德森没有占据上风 甚至 吃了亏 那怎么办 莫汉德森都不敢轻易对罗峰出手 我俩 更没机会从他手里抢走木牙精了 把这三颗木牙精的消息散布出去 我们得不到 罗峰也必想不过 关主 罗峰 你得到了三颗木牙精 是的 关主 很好 你就待在原地 我马上过来 和虚 大 大 关主 从昨夜十点五十六分 第一颗木牙精灭食以来 已经有六颗木牙精先后被发现了 这么快 你這次得到的三顆木牙精 是迄今為止 數目最多的一次發現 按照規定 其中百分之六十歸米 也就是一點八顆 暫時取整數 你得到兩顆 還有一顆 會極限無管 是 觀眾 羅風 這木牙精非常燙熟 如果遇到其他人 你就說將木牙精全都給我 我也會把這個消息公佈出去 他們也不敢找你麻煩 雖說你現在實力不錯 可如果幾名長老聯手 你還是會很棘手的 的確 鑽山錐雖然破壞力強 但只能單體攻擊 如果幾名長老聯手 因為現在遠比其他長老脆弱的身軀 的確會很危險 繼續吧 誤導地底潛藏的木牙精 看來還很多 請 情況如何 左右二十二點五十六分 發現第一顆木牙精 被地龍吞下 隨後蛻變為地龍王 被紅擊殺 二十三點三十一分 發現第二顆木牙精 被紅所得 二十三點四十七分 第三次出現 也就是最初 紅村被給印犯的那顆木牙精 被歐羅巴所得 同時出現人員死亡 凌晨零點十二分 第四顆木牙精 被亞美利加一方所得 此次亞美利加一方 和索維埃特一方大戰 導致雙方 一共三名行星級強者中傷 兩小時之後的一點五十六分 第五顆和第六顆木牙精同時被發現 被雷神作惡 其他行星級強者 雖然眼纏無比 可不敢與之爭奪 兩點三十分 羅鋒一人得到三顆木牙精 也是人類發現的 第七顆至第九顆木牙精 據說這三顆木牙精 已經交給了紅 羅鋒是吉祥武館巡查使 也是我韓夏國少將 他獲得更多木牙精 對壯大我韓夏國實力 也大有幫助 今早六點三十分 甲夷司令發現 並獲得第十顆木牙精 八點三十六分 印泛國得到第十一顆木牙精 幾乎同時 第十二顆木牙精為紅所得 截至現在 挖掘已接近二十小時 三十五分 只要這個石頭下去 這場木牙精盛宴 會造成不少行星級強者陨落的 他們本該是守護地球的 中間力量 伊斯特 戰神功第四元朗 隸屬歐羅巴一方 實力減在管主 雷神 和冰雪大力 穆罕德森之下 某種程度上 他比穆罕德森更未棘手 因為 他也是精神免失 羅鋒 石像得 趕緊滾 這八顆木牙精是 屬於H2聯盟和烏羅巴的 這是屬於機械無管的 是豪宅 好霸道的念力兵器 不過僅僅是剛才那樣的攻勢 似乎還不足以殺死 突破後的禮藥 你的念力兵器 應該有獨特的攻擊模式 他在利用其他帳篷 來窺看和分析我頓天素的秘密 戰神功第四元朗 真是老奸巨化 好霸道的念力兵器 不過僅僅是剛才那樣的攻勢 似乎還不足以殺死 突破後的禮藥 好霸道的念力兵器 好霸道的念力兵器 你的聂力兵器应该有独特的攻击魔语 还在利用其他掌握 来窥看和分析我对冲锁的秘密 战胜空第四元朗 真是老金举花 你们继续 你们继续 怎么了 长堂极限武馆新阵巡查室 不会只有这么点能耐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山追 这就是你杀死头不后里样的隐藏招式 果然很强 但是 阿尔 罗峰 你不是很能跑的 这次 看你还怎么跑 这个意思抓害草儿帮手 而且偏偏是跟我亲和仇的巴尔 亚美丽家冰雪大帝面前谁敢到此 你给我让开 莫汉德森 罗峰 等一下 莫汉德森 我们联手 木牙金我们聘分 我听说你跟罗峰交过手 他的钻山追 我刚刚也见识过了 即使是黑神套装 也未必能完全防御 但如果是多人联手 钻山追必然顾此失彼 我们就有机会拿下他 再一个照面 就分析出了钻山追的不足 这个伊斯特真是精明而狡猾 没劲之间 走不回收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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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想走 已经太晚了 我和德森真的和伊斯特林熟了 世界第三和第四强者离手 还有实力不足的法尔 怎么办 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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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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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法科木雅精 我要定了 忘情雅精 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冷静 现在这阵仗 可以说是亚美利家和欧罗巴两国 一起被盘下过 因凡那边立场还不明确 要是他们肯帮忙 恐怕误导的木雅精 就没喊下过的份儿了 对面人多事长 不过现在开战会非常艰难 你必须尽快突围 波峰 精神念师的进攻手段 并不仅限于控制自身武器 可惜 你漏算了一把 不好 不好 就是现在 别让他靠近木雅精 就算借借木雅精 别人连攻 都没法再走 如果都想得到 不如都得不到 这边 四颗向南 三颗向北 一颗向东 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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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限武器 队长木雅精了 我们奋斗去追 等等 罗峰恐怕是想借此分散我们的战点 再逐个击破 我们带多人一组 毕业落单 摆尧天 罗峰 继续 кому 倒人 欧罗巴走东面坠岸的烧 而木屋竟数量最多的南边 由亚北一家负责 恐怕 是因为没人敢跟莫汉德森争发 他们分成三组抱团行动 无法逐个捡换 而且 还不知道伊斯特的心组 最好分开他们 中国他们 至少能做到快速检验 凌山大哥 我们方向一样 不如一起对付亚北家里 不然 我有个更保险的办法 哦 不然 我有个更保险的办法 找死 找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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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还有 有 能 是 我们 不可以 第三元老的力量 不过山买河 你的冰重能力 不操纵冰雪的能力比起来 不过是烈黄霸 对上我你是没有胜算的 木鸭精是我的了 可是在这个方向 除了这个 还有三颗呢 我已经用探测能力 引你来到最偏僻的路径 在你回去之前 那三颗木鸭精 早就被罗锋拿走了 故意把我引过来是吧 别忘了我姚梅丽家 还有人在那儿呢 趁她和罗锋周旋的这段时间 我先把你废掉 再回去找罗锋算账 就算罗锋遇上 刚才与你结伴的长老 他连行星级三界的你都不拒 一般的长老 怎会是对手 只怕在你废掉我之前 就已经失去 争夺另外三颗木鸭精的机会了 我的人能不能赢罗锋 我不清楚 但我清楚 你在我手下坚持不了多久了 别 都会平身引开莫翰得瑟 我才能轻松击败练你的长老 接下来 果然是你 跟亚美利家长老交手事 我就感到附近有股精神力 你走就巧就到了 却对此置之不理 因为您没有插手 也是 南边的木牙精数量最多 谁不掩插呢 无论是第三元老派您来的 还是您自己过来的 您都需要我先除掉亚美利家的人 才能在不破坏盟友关系的前提下 争夺木牙精 不是吗 有些事可以做 但不可以说 过于直白 是很危险的 我作为晚辈也提醒您一句 长江后热 退前了 哪怕我们人缘分散 提现无关 以少敌多的现状 仍未改变 你有什么妄言的资本 就算同时与三方对峙 我们也不拒 这些人缘分散 木牙精是我们的 真是难缠 你是战力最强的一个 我能让他们碰上你 你以为拖住我就行了吗 我们能把俄罗巴 和H2联盟找来 自然也能找到其他朋友 我们不是三方联合 而是四方 能以一己之力打败两名长老 不愧是第一元老的亲卫 星哥来了 听说星哥平时第六谨慎 但对神长城需要入手 手段牢牢 可否劳驾您 到别处去寻找木牙精呢 同城 谣战变战 不必拐弯抹角了 孟國 五 四 二 五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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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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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毅凡的瑜伽术 这是他们独有的吸收宇宙能量的方式 星哥在快速积蓄能量 请将力量架出此身 永座幸福的守护 好恐怖的爆发力 平日里的折风隐忍 或许就是为了关键神 爆发最强的力量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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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是 王哥 十姓佛热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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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嗯 嗯 嗯 啊 嗯 嗯 嗯 啊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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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力量比你强得多 再配合我的火焰也根本抵抖不住 啊 啊 啊 媽媽 在水下嗎 啊 啊 你別人 這裡見識一下 稍稍改變水的流向 可能產生極為可怕的力量 啊 很強的洗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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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ыпол 这次被你侥幸带到了水里 下次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可以冲了吗 欧罗巴鱼已经开始网友 我 你竟敢攻击吗 为什么我不明白 金河你 这 是我替马哈讨的债 你们欧罗巴建立妄议 殿帆已经重新选择盟友 快走 快走 这两颗木崖精 归你们了 你怎么和星阁在一块 莫汉德森这人不地道 把星阁叫来对付咱们 又怕他找法尔报私仇 就隐瞒了法尔具体位置的情报 以我推测 你应该再与法尔交手 你的坐标就是法尔的位置 所以就把星阁拉回来了 那东边的木崖精呢 我用这颗木崖精 给星阁做了一笔交椅 我帮他找到法尔 一旦找到 他就再也不和极限无关 争夺其他木崖精 不知道罗锋冰山他们是否顺利 你今天这么艺术 他也不对吗 他一定是否顺利 他会遵纳权 他这条牌 他这条牌 还愿意 他就成为病 世览 他就成为 多出的死马飞刀将会是此生的奇迹 不愧是第四元老即便离我烧空的死定飞刀 也能通过奇算飞刀诡计给我相知 什么 又来 没许打破这个局面 可以收网了 在没有防守的情况下 你要如何接下这招 在对上眼神的一瞬间就动不了了 他的念力仿佛在无形之中 神套到了我的意识 这难道是精神念试的另一种攻击手段 精神攻击 只怕你此生再也无法成为第一精神念试了 好险 依斯特利用阿比斯之眼限制我的行动 如果我挣脱的速度再慢一点 即使有黑人逃中 背着十四饼飞刀轰击要害 估计也够强了 不知道明山大哥对着摩汉德森是否有危险 那里东京这么大 事情要脱离掌控 这就不能脱了 我们之间的战斗还没有结束 正面的战斗 你不阿比斯 Το 凤儿长老,手臂切断时间还在客空范围,神明之水应该可以发挥最大效力。 你真没有追来。 啊 居找第四元老 冰山说 莫汉德森抢走了他手上的木牙镜 正在朝罗锋方向赶去 他是奔着那里的三颗木牙镜去的 我们家快速度 罗锋 把这三颗木牙镜交出来 我还能饶你不死 这小子啊 打算躲到岩层里来规避我的精神攻击 即使如此 你在我面前也是无处遁袭 我面前也是无处遁袭玫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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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真 大魔 这里是 精神面试的攻击手段主要分成三种 可巧无声息 渗透入人心里 沙底于无声无息中 李斯特为了持续困扯 需要不断将自己的念笔送入我的尸海 你精神控制把两名精神念识的尸海彼此连接 既然你可以抵达我的尸海 那这也意味着 我能顺踏魔法找到你的尸海 进而攻击你 进入他尸海的精神念力 竟然被撕裂了 你居然那么快就反应过来了 这时候 夺下的三颗木牙鸡 上 我疯 什么 来不及了 我疯了 神地图人 融若千军 真是 红的领域 我疯了 华大弘 我疯了 融若 你疯了 这三颗由罗峰所得 罗峰做得不错 走 走 去寻找其他木雅精 苏维埃特最强长老索克洛夫 他也在这儿 什么 国风一人 就牵制住了第三元老和第四元老 领球上现如今最强的是 红 雷神 这是第一梯队 经此一役 罗峰怕是要集身第二梯队 成为超过第三 第四 第五元老的存在 他已经是世界第一的精神念士了 这次极限武馆转翻了 全是因为罗峰 这次木雅精的消息传开 对 极限武馆的其他巡查室也赶来了 极限武馆这次战力最强 碰到都多远点吧 尤其是拿罗峰 连第三元老和第四元老都忌惮 好 总觉得这底下还有东西 只是 我们将雾岛周围和弟弟都探索过了 再没有更大的发现 将一长老也因没有发现外星外民的踪迹 提前回寒下了 至于第三 第四元老 在那之后 各方都因故隶 没有再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而且这几天探测到的木雅精数量少了很多 连悟到的长老也便少了 好 目标锁定 启动暗示 你 官主 好 人到齐了 我 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的目标 已经过去三天了 这几天 虽然发现外星文明的痕迹 但极限武管 却收获了数目可观的木雅精 现在 我将根据你们各自的贡献 分配木雅精 集体搜寻正式结束了 从现在开始 你们可自愿选择留下或离开 留下 继续搜索所得的木雅精 归你们个人所有 至于外星文明 后续 我会派一支科研队伍 在雾岛长期驻扎调查 好 厉害啊罗锋 这次你可是赚大了 硬气 我可不甘心就这么回去 要抓紧再找找 我也想再探查一番 这里好像没来过 扶住光囊 拨打虚心电话 龙方 你怎么到现在才给我打电话 我要担心死了 我这几天在南澳大陆 执行一项机密人物 这次打电话过来 是报平安 那你赶紧执行任务 我知道你安全就好 什么 SS级战区被划破了 这是 这是 好重 这残片 得有一吨左右的重量 轮密度已经超过了地球上 任何一种材料 难道是外星文明已留下来的 我操控钻山追斗要十二国念力的共同冲击 才能破坏SSG材质 这残片竟然这么轻易就 这残片竟然这么轻易就 啊 背力好强 而且在超十倍音速下 这残片竟然没有产生音霸 好 根据阻力那么小 如果我用权力 活该守皇的防御都很容易吧 黑神套装以防御出面 这残片是否也能 去 老天 真的破了 有了这残片 第三 第四 第五元老面对自己 恐怕都是必死 这残片绝对不能暴露 否则任谁 都不愿意这种逆天兵器在我的手上 这残片 肯定是某个兵器的一部分 密度那么高的兵器 估计会沉到地底更深处 目标已取得外壳残片 改变暗示 开始接引 我总感觉 这地底一定还有更加燃的东西 目标到来 舱门已深 关闭 这边 这里有一口空间 嗯 嗯 这是 门 在地底一万米深处 有一扇满是灰尘的门 这门倒是地球上 从未发现过的古文明遗迹 是全金属打造的建筑 得谨慎些 空间很大 但感觉不到生命迹象 它是一座古文明遗迹 这是外星文明的重要线索 我得向关注汇报 打不通 这里应该不会没信号 除非 信号被屏蔽了 进入九号古文明遗迹时 我一年多无法与外界联络 看来这次 我也得独自面对一切 舍不得孩子 逃不着狼 好浓的米香味 这么多木崖僵 十颗 二十颗 一共两百八十九颗 地球各方实力加起来 所护木崖经的公开数量 也才四十二颗 分不异常计创 难道说 木崖经本就存放一次 但有一小后 不散不出去 你所有人都存在 两百八十五颗 不要 一辈子 到你了 你还是一辈子 柳子 你还是一辈子 你何必 强的未央 他眼里的锋芒 让我不有一阵战力 这是一具尸体 可我面对他 仿佛是凡人在面对神明 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强者 身高远八米 苦丝黑星星却没有毛发 看周围环境 他应该死去了很多年 身体却未见腐烂 还有六具尸体 体型近似于黑星星 应该和门外那具是同类 这是 极限 不 是拥有极限躯体的生命 宇宙中竟然存在这种怪异的种族 这三具 都与地球人类相似 也有所不同 第一具具有独角和尾巴 第二具的皮肤标层 如精密战架 第三具 身高与地球人最接近 但头上也有独角 没有一种特征 体型也极为接近地球人类 或许 真有地球人曾前往宇宙闯荡 可惜 我也无法从他口中证实 多数尸体的特征 与地球人不符 这个不为人质的外星文明 到底在地球沉睡了多少年 罗峰 你终于来了 暗月 还知道我的名字 你终于来了 你是 我叫巴巴塔 你可以称呼我 恶魔巴巴塔 当然 这是翻译成地球汉以后的说法 恶魔 确实有几分铁切 莫非 这就是你所属种族的名字 我不属于某个种族 从本质上说 我是一种智能 虽然现在没有身体 但我可以借助非船特殊装置 所生成的能量去 完美还人充于物体的碰撞效果 一般人根本察觉不到 他和肉身的区别 他的力量 不比我强太多 只是能力特殊 若是 能掌握更多信心 我恐怕也不会如此被动 是不是被我的强大给震慑住了 我还没做完呢 其实 经过常年累月的学习升级 我巴巴塔 已经可以成为智能生命了 智能生命 九号古文明一季的核心智能 也在初见时就喊出了我的名字 你们的文字 文化变迁 以及历史 全部都在我的监测当中 巴巴塔应该和他类似 甚至更接近人类 不过 智能的存在是为了选拔五成 而巴巴塔 还目的不明 你把珍贵的木牙精推在门口 而且对我的到来早有预料 我猜 你是利用木牙精引我过来的 对吧 不知你大费周章把我引来 有何贵感 因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呀 云 墨 星 船 人 我从未透露过任何月墨星的相关信息 除非 能观测到我使用的顿天所昼时 并辨认出它是月墨星的秘法 难道 你也是月墨星的 冰哥 猜对了 你还挺机灵 看来 我不是在地球的观测者 还是能筛选出人才的 观测者 是这九号国民遗迹的核心智能吗 想知道更多 就跟我去拜祭主人吧 为了观测地球 并筛选人才 云墨星麾下有大量检查基地 你进入的九号国文明遗迹 只是其中之一 基地的核心智能 服从这最基本的程序 对学徒籍进行筛选 而我 则挑选行星级以上的 没想到 已经整整五万年了 五万年 那七具尸体 也死去五万年了 他们大多是主人的普通 当年 都是宇宙当中 风华绝代的人物 然而 在五万年前 那毁天灭地的一战后 羽墨星被毁 不许人看门洞 不许人看门洞 他也在五万年里 一战后 就算了 一战后 一战后 准备 一战后 一战后 十分之后 一战后